各位同学,大家好。 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之中的假设检定的讨论。 在假设检定之前,我们大概要跟各位同学做一些介绍, 做一些准备,做假设检定前的一些该知道的一些东西。 什么叫做假设检定呢? 就是说,我们不了解母体参数的状况。 我们想要知道母体参数是如何。 那么我们先做了一个假设,看看母体参数是多少,或者是如何。 我先做了一个,那个叫做虚无假设,No Hypertensis。 然后第二步呢,我们透过了一个叫做样本的方式, 去做了一些抽样的结果,得到了一个新的,一个叫做样本的统计量。 样本的统计量来检定母体的参数,是否就是我们所原来所这样的假设的。 如果是,那我们就接受它,不是,我们就拒绝。 就是要最后我们就做出决策。 那至于说,到底是用什么标准呢? 我们后面会提到,那么,得到的结论,不是接受,就是拒绝。 没有模拟两可的,就是接受或者拒绝,根据这个数字来去做决定。 那么,在假设的话呢,就是说,在假设检定之前,我们一定要先建立一个虚无假设,No Hypertensis。 这个地方,我们习惯都是以H0来表示。 那么,有了H0了以后,我们就是暂且先相信,这样的假设是正确的。 那么,当然,还有另外一个假设,就是所谓的对立假设。 对立假设,就是H1,H1,或者是,我们习惯,也有些课本是写的是,Alternative的话呢,我们用HA来表示,也是这,也可以。 这两个是对立的。 H1跟H0,看看我们到底是相信H0,还是相信H1。 现在我们要谈一个误差。 误差,整体来说,有两种。 一种叫做行医误差,我们习惯写法就是Alpha。 什么叫做行医误差呢? 就是说,本身是真的,我们却误以为它是错的,是假的。 也就是说,真的情况之下,我们竟然会拒绝了它。 那么,这个地方,好记的方法就是说,假设同学是一个认真用功的同学, 而我们的话呢,竟然是把它给拒绝了,把它当掉了。 这个的话呢,就所谓的行匯误差。 这个是非常严重的状况,我们把真的情况之下,我们误以为它是错的,而去拒绝。 那么,还有另外一种误差,叫做行二误差。 行二误差是什么呢? 我们习惯用Beta来表示。 Beta的话呢,也是一个几率。 它是不真的情况之下,我们却接受。 这是什么意思呢? 这不是对的。 我们却去接受了它。 我们比如说,一个非常坏,非常调皮的学生,完全没念书的同学。 我们竟然的话呢,给它了一个很高的分数。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行二误差。 那么,这个地方来说的话呢,误以为它是正确的,其实它是错的。 所以,我们在减定的地方,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,叫做减定力。 减定力就是一减掉Beta。 那,这个Beta,当然,小于一,小于等于一,它是几率。 几率来说的话呢,都是正的,而且是小于一。 那,记得了,Alpha是说的是,原来是对的,我们却拒绝了它。 我们是错误,错误杀了它。 这是不对的,我们却接受了它。 这是放走了坏蛋,这样的想法就对了。 现在我们来介绍一个行一误差的立体。 假如说,我们委托工厂,帮我们剪布,用机器来剪布。 那么,我们剪布的要求是希望说,剪成一个μ是1000,1000的话呢,为这个长度的布。 那么,到底是不是1000呢? 因为数量非常的多,我们没有办法说一个一块一块的来量。 我们就用抽验的方式。 那么,抽验的方法就是说,我们已抽了36块布,然后仔细地去算它的平均数。 我们的及格标准就是说,介于998到1002之间,我们就称为,我们相信它是μ是1000了。 那么,现在已知道说,sigma是12的情况之下,形一误差的几率。 好,我们现在的话呢,要做这个题目,仔细想一想,什么叫形一误差。 形一误差的意思就是说,它是对的,我们却否定了它。 来,我们来看一看,什么是对的。 如果像这个图,左边这个图,它的μ是不是1000呢? 对,所以我们应该要接受它。 问题是,我们的及格标准是998到1002。 那么,同学看,998到1002,这是我们的及格标准。 平均数是在我们的及格标准,是在998到1002之间。 那,有没有可能我们平均的地方落在这里呢? 是有可能的。 那么,既然是有可能,我们就不能够说,绝对不能算它。 所以,这个地方,红色的部分, 这个红色的部分,我们把它标出来,这就是我们的α。 我们真的要是录在这边的话呢,我们就拒绝了它,事实上是冤枉的。 没错啊,所以我们来算算它这个几率是多少。 来,我们看一下,x bar大于1002,我们只算一边,算一边乘2就可以了, 因为它两边是对称的。 现在,我们把这个转换成了标准的常态分配来算。 现在,改成z,那这边就是减掉μ。 μ是1000,除以sigma,除以根号n。 于是,我们算出来的结果是z大于1。 那么,各位同学要知道,z大于1,那是在最右边。 那么,我们查表看一下。 1.0,叫做0.3413。 那么,我们的这个几率是多少呢? 要用的是0.5来减,0.5减掉0.3413,那等于0.1587。 答案不是0.1587。 怎么说呢? 因为我们只算的是右半边,还有左半边也是形移误差的部分,所以我们还要来一个乘2。 所以这个地方,α是0.3174。 这个就叫做形移误差,还蛮大的。 那么,我们现在接着上面的题目,我们来讨论一下什么叫做形移误差。 形移误差就是说,它是错的,我们却误以为它是对的,而去接受了它。 现在我们来看,机器偏移了,μ是996。 那么,这一批货照理说,我们是不应该去接受的。 那么,可是我们的标准是什么? 是998到1002。 所以,我们来看一看,这样的结果会如何。 它送来的这批货,μ是996。 我们接受它的范围是998到1002。 那么,我们把它的区域画出来。 这一块黄色的几率,就是我们所谓形移误差的几率。 因为这块面积,就是我们误以为它是正确的几率。 事实上,它是错的。 好,我们计算一下。 X bar介于998到1002之间的几率。 我们算一下。 来,再继续减。 减掉μ除以σ除以根号n。 注意一件事,减掉μ,这个μ不是1000哦。 这个μ指的是996。 减掉996除以这个地方是根号39是2。 这个是除起来都是2。 我们算出来的话呢,变成了z介于1到3之间。 那么,我们要知道1到3之间都是正的。 所以要大的减小的。 我们把1跟3这个表,z表查出来。 1在哪里呢? 在这边。 1.00。 3的地方是在0.4987。 这要,两者要相减。 所以变成了等于0.4987。 减掉0.3413。 算一下。 0.1574。 这个几率也蛮高的。 这就是我们的β值。 β值就是所谓形二误差的几率。 我们还要再介绍一个很重要的观念,就是减定力。 但是也很简单。 形而误差,算出来结果是0.1587。 那么减定力是多少呢? 这个power是多少呢? 减定力它的定义非常的容易。 直接写,减定力是等于1减掉β就对了。 1减β,我们直接算一下。 等于1减掉0.1574。 所以等于0.8426。 那么它是换成了百分比,我们习惯的啊,84.26。 这是我们的减定力。 我们这个单元里面主要是为未来的一个假设减定来做准备。 所以我们主要是建立各位同学认识一些基本的符号。 H0,虚无假设。 No hypothesis. H1或者是HA,我们称为对立假设。 alternative这个hypothesis。 注意的是,α值。 α叫做形一误差。 β呢,形二误差。 在假设检定里面的话呢,我们没有用β,我们都是用α。 在假设检定里面,这个形一误差,就是我们冤枉的几率。 冤枉的几率,我们在后面,我们将都会介绍叫做 显著水准。 我们称之为显著水准。 Level of significance。 所以这个地方,以后我们看到了α值。 其实大部分都是在检定的里面,都叫做显著水准。